如果你将来打算繁殖 你觉得你会把你的所有精力 集中给一个经养 还是会分散给好几个孩子 主打一个活着就行 嗨你我是雷雷 上期讲的老鼠 让我延伸想到了生物两种 典型的繁殖策略 R策略和K策略 其实它们不仅仅是代表物种繁衍的策略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当中 你也可以看到这两种策略的发展规律 我觉得大家如果了解这个 也许能够帮你预判一些事情 假设选择压力 会驱动两种典型的进化方向 一个是阿策略 它代表一个最大增长率 另外一个是K策略 它代表一个最大的环境承载量 老鼠就是阿策略的代表性动物 阿策略动物的共同点就是 一 铁形小 寿命短 世代更替的时间短 第二就是繁殖效率超高 可以一次生很多 或者是生得非常频繁 从出生到性成熟 需要的发育时间非常短 像老鼠 章鱼 各种昆虫 鱼类 微生物 主打一个生育闪电站 第三 它们往往对于单个后代的投入比较小 哺乳动物至少还要哺乳保护一下 但是那些卵生动物 基本上就是生完再也不见了 第四 它们的饮食往往比较宽泛 会消耗大量的环境资源 且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会比较强 一般都是处于一个被动 弱小的生态位 往往是被捕食的对象 阿策略是在一个不稳定 不可控的外部环境下 发展出的生存策略 而K策略的代表性动物 就完全不一样 它们往往体型偏大 寿命比较长 一般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才能发育到新成熟 第二个就是繁殖效率很低 一次就一两个 需要父母投入巨大的养育成本 去喂养 保护 去教授它们生存的技能 它们一般有着比较固定的食物 往往是对某一个环境 有着高度特化的适应 一般在比较稳定 比较可控的环境里 会发展出K策略 它们可能是比较厉害的捕食者 也许是一些小岛的生物 或者纯粹就是体型大 大象 雕 鲸 鲸 人类的话大家觉得算吗 阿策略的动物 从出生那颗起能活到成年的其实很少 而K策略的动物 它们往往出生的时候比较成熟 而且在父母的保护下 大多是可以顺利活到成年的 甚至要在中年之后 它们的死亡率才会逐渐增高 当然这个世界的生物 并不是完全遵从于这两种典型的策略 还有一部分是介于两者之间 被称为RK连续性策略 例如乌龟就是寿命长 生的也很多 但是也不投入养育后代 一些鸟类也是投入很多 但是它寿命很短 它们的生命的每个阶段的死亡率都差不多 那么RK策略只存在于繁殖吗 其实金子就算是R策略 而卵子算是K策略 那些能活得很久的树 其实是K策略 那些草其实是R策略 哪怕是在人里面 有些个体或者某些信仰 或者是某些文化里 它们更偏向于R策略 而另一部分人可能更偏向于K策略 而我相信在最早期的人类 在我们还没有医疗 农业 武器 避孕措施的时候 也是生到不能生为止 因为大多数人可能根本活不到老年 大家不要简单的理解为 是动物主动选择R策略 或者是K策略 其实它是一个在环境各种压力的作用下 在那个生态的处境下 自然发展出的两种典型的繁殖策略 一切都是为自私的经营服务的 R策略和K策略的动物 它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横轴是时间 纵轴是人口数量 这条线叫做环境承载量 也就是说在这个生态里面 它最大能容纳多少只老鼠 就会饿死 像大象这种K策略的动物 它们的整体数量是相对固定的 生育率和死亡率 也是维持一个最大的环境承载量而已 但是老鼠这种R策略的动物 它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只要环境不限制 它们的生育数量可以呈指数型增长 一旦到达了最大环境承载量 由于食物和土地的供应往往是固定的 那它们就会开始在那个承载量附近开始活动 太多了会死掉一部分 腾出一部分空间 然后又回升 如果遇到了极其不利的突发性事件 它们就可能经历批量的死亡 数量骤减 不过只要不是说团灭 只要环境又恢复 它们的数量恢复起来也很快 其实在自然条件下 R策略的动物由于死亡率也很高 它们从未真正的达到环境承载量 但是K策略的动物 如果遇到了环境巨变 它们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数量 这个其实在很多保护动物身上都可以观察到 这是它们的共同点 由于一次就剩一个 如果是接连遭受打击 它们就基本上就奔着灭绝去了 我讲各种动植物也讲了很多 有昆虫 鱼类 哺乳动物 生物的主旋律就两个 生存和繁衍 不管这个动物 它在这个生态里面进化的多么的优美 捕猎技能多高 捕鱼食物链的顶端也好 或者说可爱也好 其实都不如生的多生的快 绝对的繁殖力量 它可以跑赢所有 那些真正在地球上待了很久很久的 经历过各种环境灾变之后 还存活下来的古老生命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它们的生命形式算不上高级 比方说真菌 昆虫 藻类 一些植物 细菌 病毒 但是它们就是搭载了一个 阿策略的繁殖系统 我们人类是非常年轻的生命 我们其实还没有经历到 那种让什么地球一大半的生物 灭绝的那种超级大灾变 我看马斯科传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 它是真的很担心人类的未来 它是真的很担心哪天 这样的灾变 人没地方逃 顺便说一句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阿策略的人 假设地球真的发生巨大的环境灾变 你们觉得蟑螂和人 谁的存活率会比较高 我自己是比较相信蟑螂的 阿策略的动物们 由于它开局就是地狱模式 出生那颗起 它的风险就已经拉满了 而且是纯纯的机会主义者 也就是说 环境只要稍微松懈一点 机会稍微给一点 它们就可以迎来一波 大肆增长的机会 如果把阿策略的动物们 放到一个新的生态里 比方说 一个从未发现过的小岛 它们一般都是入侵物种 会很快挤压原住民的生存空间 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 导致它们的灭亡 会在那里大肆繁殖 像老鼠虎头蜂 红火蚁 猫 其实都是典型的入侵物种 所以往往是K策略的动物 受到阿策略动物的影响 由于K策略动物 一般都是对某一个特定的环境 它有着高度的适应 这个稳定的环境 如果被打破 它们就会遭受到重创 繁殖率又低 非常容易被逼入绝境 像老鼠因为人类聚集 并且拥有了城市之后 其实我们是给它 创造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 有大量的食物 有掩体 而且捕食者没有野外那么多 并且还可以搭便车 登陆上那些 它们以前绝对不可能游到的岛屿上 去影响那里的生态 反正我是觉得人类 很像个脚屎棍 这个阿策略 其实就是对一个 生存规律的动产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里 阿策略其实更适用 快速随机的产生大量的行动 是一个无脑 且生存概率更大的事情 因为反正环境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不需要把巨大的成本 投入在一件事情上 而是多头多士 去增加生存概率 其实生育这件事情也是 如果一个小孩 但凡他有的选 我相信他应该不会选择 出生在战乱的国家 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吧 但是对于父母来说 对于自私的基因来说 多生基因的延续的可能性 肯定是更大的 越是不确定性的环境 单压一个的风险反而越大 为什么有些行业 你会发现 他们就是在那盲目扩张 他们就是像一锅米线一样 一不小心就随便繁殖 越是混沌野蛮的环境下 其实越应该加快轮替的速度 迅速扩张才能提高存活的几率 而在比较可预测 可控制的环境里 它更适合采取少量 但是准备充分的行动 增加对环境的控制的K策略 更合适 比方说在一个特定细风的行业 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一个小县城 一个小村子 人群很固定 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在这种环境下 不管是手艺人还是商人 它就可以去进行长期主义 人类社会的变化太快了 我个人是觉得 阿策略就是最优策略 如果是有实力加阿策略 简直无敌 不知道听完这个阿K策略之后 你是不是对一些人的行为 或者是一些现象 更能理解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并且也给我关注点赞和转发 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